兩名中國醫療器材企業高層 在菲律賓被綁架撕票 疑似生前受虐 目前案件偵辦出現新進展 其中一名涉案的台籍嫌犯 李娜已經在南韓被捕 白色上衣配上黑色棒球帽 台籍女子李娜遭歹 畫面曝光 甚至護照也顯示 李娜出身地在台北 本名陳于軒 被害人聊天記錄更顯示 發現到菲律賓的行程 都是李娜安排 恐怕和案情有重大關聯 一名在菲律賓有過 類似遭遇的中國男子 也訴說恐怖經歷 今年五月間 兩名中國醫療器材公司高階主管 在巴黎的行業展覽認識李娜 當時李娜謊稱 她是菲律賓某醫療公司業務 雙方相談甚歡之下 李娜邀請兩名被害人 到菲律賓洽談醫療設備海外業務 沒想到六月二十四號 兩人一落地就被綁架 雖然被害人家屬支付 三百萬人民幣熟身 卻依舊逃不過撕票命運 7月4日 麥調公司回應媒體稱 沒有叫李娜的工作人員 近期也沒有向任何中方企業 或個人發送過邀請函 李娜身份曝光之後 一度從菲律賓潛逃出境 期間短暫飛回台灣 又飛到韓國藏匿近三個月 這回被抓得先在韓國 接受司法調查 再引渡到中國審判 但現在也傳出 李娜恐怕是遭到中國黑幫吸收 今年一到五月 菲律賓多達18期綁架案 大多涉及中國公民 似乎形成黑色產業鏈 目前中美非三國 已經成立聯合專案小組調查 就怕是集團式犯案 還有更多人受害 三星的江泛民由桃 台北報導